文书与菩萨中 表智慧第一 这下面说得好 本为龙中尊王如来 现在背方 长袭过称佛 好报机如来 早就称佛了 所以是报机成佛 化现的菩萨身份 那未来成佛好普现如来 固执文书大死 那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成佛 那么他的三世成佛的时候 这是表演的 表发给我们看 特别是 表发给 法身大死门槛 今世心慧众 大志独尊 表此法门 为大志 方能信服 尽总能够相信 不容易 不是真正的大志 不是真正的大志 你怎么可能相信 你怎么可能相信 一切修学净土的大志 一切修学净土的大志 李老师长讲 当年老人在世 我们常常听说 台中连世的连游 老师往生的时候 我听说 台中连游 大概有五十万人 那么真正往生的呢 老师讲 一万人当中 大概只有三五个 我身的 其他的不能我身的 什么原因 信 信里头掺杂着有意义 到临终的时候 会产生障碍 你不能我身 不能有意义 愿 愿生 净土 但是 这个世界 有些 亲战 有一些牵挂 放不下了 这也不能我死 这都是什么 都是智慧 缺少了 真正有智慧 通通话想 没有怀疑 真有怀疑 自己不能客气 不要硬 不要硬 一定要断移身心 用什么方法断移 读经 读经 读经能帮助你断移身心 一天如果能读十个小时 念上三年 疑就断掉了 没有十个小时的功夫 不行了 你的疑惑 拔不掉 业障 习气 罪业 冤情 债主 都是 你的障碍 所以你必须 要彻底放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